第四季 第四季 準備 有沒有生命危險? 交給我吧 你跟他們交來恐嚇我是不是? 不會一拍兩散 只會一拍一散 拍這個戲的時候 我有看到報導說你腰受傷了 現在好點了沒有 沒事 現在已經好了 好 本來拍那麼多年的戲 也從來沒這麼的 辛苦 不是辛苦是 就是你說受傷 我也在北京拍那個戲 在北京拍的時候受的時候 在那個廠裡面 大的景棚裡面 然後就拍的時候 試了十幾條很簡單 也就翻過去要滾一下 在樓梯裡面 就搞定很簡單 什麼蝴蝶也不用帶 來 你設十幾邊都OK 沒問題 好啦 正式來了 Rolling Speed Action POP 那就 做完剛才講的 都要管一管 喔 喔 感覺好像還能給電 電一下 嗑到了 他們說這種就是閃了一下 閃了一下 十幾條在排練的時候 都沒問題 結果一正式來 第一條就已經完了 然後就 不行了 立馬就要去醫院了 因為 他也找了一些 一些 所謂的骨頭或按摩師 來現場 都弄完醫院 OK了 然後就 啊 站起來走走 我幹嘛沒事 然後就在 走去現場裡面 因為我們在外面 在休息 去現場 然後就 欸 哇 又來了 原來是也許是 鋼工上的時候 他給我們一些冰塊 鎮住它 鎮住冰 會是傷到了 對 然後就 那個冰 融了之後 然後就 又來了 不行 他說不行 因為要去醫院看一下 但是那天晚上很難過 那天晚上是 去完醫院 再回去懷游裡面 那個晚上是 哇 睡不著 能睡得著嗎 很痛喔 上床 上車也 比較慢 那個晚上是 我這輩子就 那晚 最難喔 晚上睡得沒有太好 早上起來就 不行了 找到導演 欸導演 我能不能 欸 欸 你找到能不能當 你知道我 下面怎麼接 欸 讓我想一下啊 如果你走的話 我們這個戲 的最後 那個Ending 就 就 結局 沒法拍了 沒法拍了 沒東西拍了 哪不得回去一天 嗯 OK 沒事 沒事 他在調理我的 我的心態 心情 所以 後來你還繼續把戲拍完 繼續拍啊 哇 導演挺狠的 沒辦法 因為 他們去 前面拍那麼 用那個時間去 嗯 搞一些事情 這一次打就會 結局 Ending 嗯 就必須要把它拍完 完成到啊 嗯 我覺得可以 應該可以吧 因為 造詞工程也造了 嗯 教授也也幫你看完了 嗯 不是我的問題 是你主題而已 那你就 那些腰封 就 停下吧 嗯 還不下去吧 不過還好 電影裡完全看不出來 結果是 嗯 你說到電影 被剪掉了嗎 是 就是 真的啊 導演是錢家樂 對吧 對 喔他這麼狠啊 你們不是兄弟嗎 他對你這麼狠 但其實那個事情 剪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 那場事情 這只是一個 一個 一個過去 你走過去 就而已 沒想到 要那麼嚴重 到最後他剪的原因是 是 太長了 也沒必要 也沒必要 我也理解應該是這樣子 那個節奏 去那邊突然間 你又多了兩個 飯 然後滾 那後來我們 接下個進來我們是 咚咚咚咚 四個兄弟每人都對指 嗯 喔那場戲 你有看啊 看了 對 就對指那場戲的 之前 之前 你滾了一下 被剪掉了 OK 我現在電影完美看 我看的之前都是一些毛片 沒有音樂 沒什麼的 反正就是那個 不完整的 我看了我看了 那場戲很棒 很棒 很棒 反正就熬過去了 所以導演真的對你挺狠的 但是 他之前就是你們幾個人 之前並沒有太多的這種 再同框 就是自從之前的合作之後 可能就是演唱會啦 或者說 科串一下啦 這次是真的又在一起拍戲 是他提出來的嗎 其實是鄧志偉 鄧志偉 對 因為 就算我們之前演唱會 他有想 一起去參與這個事情 然後 後來就變成是 這個電影 聽說是有一天 我們在做那個 所以友情 那個演唱會 巡迴那個時候 鄧志偉跟他說 跟前下老師 欸 你好就 好像很久沒有做導演了 是啊 是啊 嗯 我現在有個故事 你要不要拍一下吧 嗯 他說啊 聽他說 他說 嗯 來 怎麼這樣子 就 槍 又 又 爆破 飛車 OK 對前下的那個感受 OK 又試著 好啊 但 最後一句 如果是你們五兄弟 壞的話 咦 對 有意思了 就有想法了 嗯 他以為是 就 小隊伍去指導啊 自己當導演去拍個戲 就 沒想到結果 鄧志偉說 我要你們五兄弟一起演 他不當 他就覺得是 欸 有想法了 他馬上有想法 這個是他自己講 對啊 那你呢 什麼時候告訴你呢 你當時是不是 哇好啊 可以啊 嗯 其實我們在 拍這個電影之前 我們是不是 搞了一演唱會嘛 雀有心 嗯 這個是我 我跟鄭先生 兩個是尬聊 我就聊 那天 喂 這個我們以前 用題材 拍下去也 沒什麼好玩 嗯 而且也 對啊 大家已經長大了 有家庭啊 幹嘛幹嘛 嗯 那 你也會唱兩句話 兩句歌 我也會唱半句歌 嗯 我旁邊那個謝天華也會唱半句歌 林曉峰 他也是在舞台上面 裡面出現 他主持人 嗯 錢家樂 他也是舞台上面的主持人 欸 要不然我們搞一個演唱會吧 嗯 欸 不錯啊 嗯 好 就往那個溫翔 就 完成這個事情 就 就開始搞了演唱會 搞完之後就 嗯 還有別的東西嗎 就剛才講 錢家樂的這點 對 所以你們幾個人是經常 都會主動去想說 我們要不要一起做點事情 這樣是嗎 我們 我們很少聯繫 但我們也會去 但偶爾會 欸 喂 也不會說 我想你囉 你們在嗎 沒有 欸 想吃飯嗎 要不要 出來吃個飯吧 就沒什麼目的 嗯 對吧 有空嗎 有有 沒就沒了 有空嗎 明天 明天 後天有行嗎 因為大家有 大家各有忙 這是很熟的人才會這樣說話 對對 各有各忙 嗯 後天嘛 後天不行嗎 大後天行嗎 大後天 OK 就越來越 都越起來 有時候出來吃飯 沒任何東西就 挑戰一下 喝兩口 那種 就純聚會是吧 聚一下而已 就只是朋友聚會而已 沒有什麼目的啊 或者說要做什麼事情 並沒有用的想法 那個是 能夠 也可以說是 關於現在的那個年代 以前哪有 哪有那個網絡平台 哪有那些群裡面 只有電話 打電話 每一個打 打完每一個 哪有 對吧 我看過報道 對啊 說你還在群裡生氣 對啊 因為他們不理你 有時候 也許是 我覺得 咱們五人走在一起的話 不需要是 這些演演 躲躲閃閃閃的 就每一個人的 你懂我意思嗎 每一個人是 那個 那個 也許 我就是 比較在意這個 對啊 喂 早上好 沒有你 你們不喜歡 早上好 OK 我就不理 下次你們說早上好 我就不回 對 就反而 這個就 我不曉得為什麼 咱們 這個我人就會 有這種 有的 沒的一些 一些 比如說 純正也好 簡單啊 對啊 簡單要純粹也好 但的確 我覺得需要 那種情 就需要 需要 有這種感覺 要不然你真的是 你以為我詐 就沒意思 做朋友 不要說 不要說什麼 兄不兄弟 做朋友 跟人相處 我覺得 沒必要這樣子去 所以你們幾個人 關係這麼好 是從 之前 二十年前 拍戲開始 所以那時候 就是因為拍戲才認識 然後變成好朋友 對 絕對是 因為我們之前拍戲 不認識 只是 譬如說 那個時候 我跟憲天花 三個 鳳懷 那個 曾一堅跟那個 林曉鋒 曾一堅的經紀人 就是林曉鋒姐姐 林莎莎 所以他們兩個 比較 熟一點 我們三個比較 嗯 去的先生的拍戲 原本就是 好啦 我們不曉得 怎麼叫拍戲 衝衝衝 好好好 有了沒了 他們就 很 很多包袱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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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誰比較有包袱 意見 這意見 他的確是這個 民視男主角 帥帥的 那你們會看不慣他嗎 沒有啊 就當我認識 我也一起拍戲 每一次 拍完 大家每一個 比如說 這個這個 過 ok good good take 完了 我的銀色旅途 要告一段落 什麼意思啊 我沒有聽懂這句話 什麼叫銀色旅途 銀色旅途 就是在那個 這個 娛樂圈裡面 我們通常行 娛樂圈 就叫銀色旅途 又告一段落 人家說完你剛拍完那個 那一場戲他很好 他就 人家覺得 因為他 覺得自己 在演這個 以前那個題材女生 不太好 所以他就覺得 唉呀 你們覺得好 完蛋了 他其實是內心還是 比較抵觸那個角色的 對 也甜的 不是損的 不是損的來講 是甜稀稀的 唉 完蛋了 不是顏色旅途 要告一段落 就 就 這樣我就形容了 對 但是 就是我們就 什麼啊 人家說 你真的是好 很好啊 人家就OK拍手了 為什麼一字旅 慢慢 每一次講 每一次講 講那個 OK OK 拜 已經習慣了 習慣他那種 所以變成是到現在還記得 他那句話 我覺得是 這個也許就是 你現在能夠理解他說的那個意思了嗎 他當時我也理解 那麼煩 第一次講 第二次 什麼 有嗎 你剛才OK我 為什麼要告一段落 然後第二次第二天開工 又講 他就是這樣子吧 其實沒有任何的問題在裡面 就覺得 他就那個口頭差 也許 也許 能夠今天能記住 當年他講幾句話 我覺得是 印象很深 當然 但怎麼就變成好朋友了呢 拍 喔 也許是日 日積月累 累積出來 也累積出來 那很很很很 我記得我第一次演唱會 我第一次演唱會 在香港 2012 2012 2012 反正 對 2002 2002 2003 我第一次演唱會 我第一次演唱會 啊 沒有請家裡 他都弄 那個 怎麼 歌單 歌序怎麼弄 怎麼弄 那我很想唱一首歌喔 那首叫陳百祥的歌 叫 直風 十風流喔 反正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反正我覺得很帥 因為請了很多一些以前 我不想請嘉賓 以前我合就過一些 舞蹈的一些老師 全部上來 一起跳一首歌 那我 那我 嗯 還點了 欸 叫長毛來可以嗎 我們叫正義啊 叫長毛 長毛 他來不來啊 不曉得 OK 好 閃閃 把他弄個點給他出來 整個字 就好了 不用講話 一上來就唱 唱完就走 不用講話 他不喜歡講話 沒有 我們幫他設計 我們在 我本來沒有想過 請嘉賓 請他來吧 但我也要講話 幫他設計那個感覺出來 突然 哇 生下來 大哥的樣子 反正他出來 因為他的確是帥 他就是 的確是男主角 你也很帥 真的 真的 他就是那種 是很怪 他是個乖孩子那種感覺 很專意 很白很純 喝牛奶那種 他是形象是這樣 OK 給他出來 不要講話 一講話就 就第一次他就 好 吞夜風 那邊 一朵 長路 對 唱完就 他在伴著他一起跳 有機會去再看一次 只看一段 也前面沒什麼好看 就 對啊 請了他來 他也願意來 這個就 又那個感情慢慢 又加深了 所以他很幫朋友 他是 他是 我們也 我也有 有幫朋友 對 你也有幫他 一點點而已 對 所以那個關係慢慢就 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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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表演 真正的技術了 大夥就在這兒 不贏吧 我覺得這兒挺好的 登山細水也吹 一天下來 大家玩的很盡興啊 眼看太陽漸漸西下 我們也要開始準備 搭建露營地了 戶外活動中 最麻煩的就是睡覺的問題 要同時解決舒適 保暖 防風 擋雨 需要很好的裝備 滿足這些條件的帳篷 要么很重 要么很貴 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種好方法 非常適合夏日在林間使用 吃飽喝足之後 該搭建露營地了 今天呢就是簡單的 用吊床來解決我的住宿問題就行 原理很簡單 就是你把吊床 在兩棵樹之間拉好了之後 在它上面給它搭一個屋頂就行 吊床非常便宜 很容易買到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讓身體離開陰冷潮濕的地面 而且重量很輕很容易攜帶 搭建比較簡單 但是其中還是有一些小技巧 要和大家分享 腦袋的部分比腳的部分 要稍微低上幾公分就行 那你頭部稍微低一點 是讓你在睡覺的時候 能夠保持你的腳跟你的頭 基本上一般剛好不會打滑 為了遮風擋雨和保暖 我們還要給吊床加個頂棚 這個時候萬用的降落散繩 和防水蓬布就發揮作用了 降落散繩 攜帶兩束之間充當防涼 而在搭建屋頂之前呢 還要有一項工作要做 我搭棚布之前先把吊床裡面 人應該擺放的東西先擺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充氣防潮電我也非常喜歡 它的重量輕體積小 收納起來只有手掌大小 也許有人會問 既然身體已經離開地了 為何還需要防潮電呢 無論是穿著羽絨服睡覺 還是穿著羽絨睡袋睡覺 當你的後背和吊床相互擠壓 保暖那層東西的時候 就會把它裡面的空氣全部都壓出來 實際上就等於是你背後 睡在一塊木板上 再加上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有一些潮氣的話 你整個後背是冰涼冰涼的 最後呢就是把我們這個屋頂給搭上去了 接下來我們用繩子固定棚布四角 一個A字形的頂棚就搭成了 在這裡要強調一下 搭建時要避免頭腳方向與風向重合 這樣才能利用棚布擋住山谷裡的風 防止體溫流失 這個是一個非常輕量化的解決住宿問題 野外住宿問題的一個方案 這次我還準備了一頂我之前當兵時使用的高山帳篷 它的優點是比較輕 搭建更簡單 配合防潮電和睡袋 也可以舒舒服服的過夜 缺點嘛哈哈 就是價格比較貴 讓我們猜猜小喬會選擇哪個呢 我想試試吊床 你要試吊床 我覺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會選擇睡這個 不會說睡一個很昂貴的一個高山帳 最近幾期視頻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戶外知識 我們攜帶盡可能簡單輕便的裝備 在戶外進行活動 完美的解決了吃喝住等問題 掌握一些知識技能 有時候比擁有豪華的裝備更重要 我是軍武無心雷 會繼續教大家一些實用的技能 大咖談笑風聲 有著名軍事評論員每日點評最熱新聞 還有特種兵吳星磊上天下海 帶你了解最專業的軍事常識 以及最新最火的各項軍事展覽盛會 這裡都獨家全即時報道 現在即刻關注軍武大本營微信公眾號吧 打開微信 點擊右上角加號 選擇添加朋友 再選擇公眾號一欄 輸入軍武大本營 就能加入我們了 我有看過一些報導說之前 應該是林曉峰吧 說你們有幫他賺點奶粉錢什麼的 是吧 奶粉錢 喝人奶也不行 你點個奶粉錢 無所聞我覺得是 不要說在我們幾個 我們在這個行業 大家都要互相去幫 互相捧場 對 沒必要就不算損 我覺得那個是 這個是咱們 如果我們自己人都不 我們自己人都不幫自己人的話 誰幫你 找紅毛啊 藍眼鏡的幫你 不要想那些東西 也沒有什麼界不界限 但起碼不損 我覺得你OK了 是吧 我覺得本來需要 不是我原則 本來就需要嘛 就算我不認識你 我不損你 OK 有能幫就幫一下 拍一下是OK OK了嘛 我不認識你 如果 就 我覺得在這個行業裡面 裡面來講 我覺得 應該有這種的 想法在裡面吧 應該 互相 欸 就算 不太了解 OK 就幫忙 拎一下而已 為什麼 把它 退掉了 我覺得那個 那個 概念也好 這種 心態也好 我覺得是需要尋采 要不然就 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懂 對啊 我懂 其實你說到這個 我還真是想起來 在網上有一種 很普遍的一種說法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就是說 之前的那個 那一系列的電影 因為影響太大了 可能有人就會說 他對很多小時候 沒有太多判斷力的人 他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但有一個人就會講說 他說其實這種不好的影響 並不是暴力 因為之前的電影 其實並沒有很血腥 或者說很多暴力的鏡頭 反而是他傳遞給我們 在我們很小的時候的 那種價值觀 就是說兄弟情義很重要 老大是不能背叛的 這樣的這種情義的價值觀 情義至上吧 可是很多人 年紀大了之後 長大了之後 會發現 有時候社會裡面 你跟人講情義 並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這是其實是 之前的電影給我的一個 不是叫錯誤 但可能是 長大會發現 不一定是對的一種引導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看這樣 我覺得 首先我們當時拍攝的時候 劇本不是我們寫的 我們只是在演當中裡面其中的角色 那個角色跟他的關係 跟他的關係 他跟他的關係 都是寫出來的 當然裡面他們的任務 編劇寫的時候 他主要想提倡任務是什麼 我們就不懂了 我們只是演而已 只是個也沒有學過任何表演 就演吧 就這樣 不懂那個 後來會有什麼的 反應啊 迴響啊 還想 也不知道 也沒有人會知道 但在拍的過程裡面 很舒服 十天 十來天就拍完 啊 這麼快 第一集 這麼快 都沒想過 沒想過 大家都完全沒有想過 拍十幾天 後來就 那電影上了 而且 當時我還記得 很久很久很久 沒有 午夜場排隊 這個狀況 結果我們 以前那部電影 第一集出來 喂 排隊喔 排什麼隊 午夜場 很久沒有這種習慣喔 我覺得大家都很高興啊 很開心 那時候 大概兩三個禮拜 就繼續拍續集了 就很快 馬上拍續集了 所以 我們就 啊 OK 去復演 OK 去戲 拍續集 啊 這麼快 完全就 懂我屁耶 跟著走 不懂 那個時候真的不懂 結果 所以也可以說是誤打誤撞 把這幾個人抽在一起 能夠 到今天 感恩 絕對需要感恩 對 嗯 所以 所以 其實 其實那個時候啊 不只是在香港 你說的五夜場排隊 在我們 在我生活的環境啊 比如說 三四線的城市裡面 那才真的是 就是 我走在街上 到處聽到的 都是裡面的主題曲 然後 然後 男生都是自稱 我是山君 或者 我是男哥 或者是怎麼樣 那種 那種影響真的是 我覺得是一代人 嗯 所以其實我剛才聽你講 你會很願意去幫人 你會覺得說 在 在一個圈子裡 大家要互相去幫助 包括你們幾個人的 這些情意 所以 其實 嗯 我想知道是 就是我剛才的那個問題 就這種情意 情意的這種價值觀 是不是電影帶給大家的 它到底有沒有 電影帶給大家這種價值觀 畢竟這個是這個電影 它是一個故事而已 它並不是正言正式 而且這個 這個戲裡面 它本來是一本漫畫 一本漫畫 相當是 上昭的一個漫畫 變成一部電影 所以你說裡面的價值觀 到底是不是需要 就不要說那些 他們是什麼 什麼 公司的人吧 什麼公司的人 只是他們 同一家公司 就 要大家好好去 把這個公司做好它 這個有沒有錯呢 那個價值觀 沒錯 他是想把這個公司 去做好它 變成上市而已 假設 但我覺得 有時候 如果我去看那個 看電影 我看那個 鋼鐵俠 我去鋼鐵俠 我去鋼鐵俠 蛤 喂 喂 醒了吧 什麼鋼鐵俠 鋼鐵俠的 你 不要說 你從沙巴跳下來吧 試試看 有沒有事 沒事 肯定沒事 蛤 這個是電你好不好 這個是電的 我是 我是 資訊俠 什麼 什麼 沒東西做了 對啊 我也看過有人說 你看西遊記 為什麼不去取經 我不曉得 不要講得那麼大 去什麼價值觀 我拍的時候我也不懂 沒任何的任務在裡面 只是 OK 原來我借了個戲 去拍吧 就演了 沒有學過 我只跳過出來 我是舞者 動作OK 但如果真的去走心 把你們掏出來 再多一點 那個就後來慢慢 我現在還在學習 那個就是 所謂你想探討一個價值觀 我覺得是 團結吧 齊心 齊心就有個市場 我們在黃金兄弟裡 還是能看得到 看得到你說的這種 團結齊心 互相之間的情意 這個東西其實 對我們來說是很珍貴的 這是為什麼 一聽到那個音樂就會 很有感覺的原因 一起來一起走 對了 其實你這幾年 大家會認識到你也是 因為你的太太還有孩子 很可愛 尤其是在演唱會上的那一幕 所以大家會有一種代入感 就是原先的一個浪子 也可以有一個很棒的老婆 然後很可愛的兒子 你會帶Jasper去看你之前的電影嗎 不會 都不會嗎 我一直很想跟他一起去看 第一部電影 還沒看 還沒看 原因是他五歲而已 原因是 有時候我在家裡面 我跟草兒講 今天我們兩個 我跟他兩個約會一下 可以嗎 你們兩個約會 我講 開心了 弟弟今天晚上跟你去吃飯包 耶耶 其實他耶的意思是 吃飯要帶我去買玩具 喔 耶耶 買玩具 OK 不要講 不要講給媽咪聽 那之前你跟媽咪聊過 OKOK 我跟他一起去 我跟他一起去吃飯 然後我去跟他去買玩具 我跟他說 我們去看電影 我說 有時候跟他講 我們去看電影 我 很害怕 因為 所以是 他看那些 他現在還在看小網友看的東西 如果給他看一些 比如說 蜘蛛俠 鋼鐵俠 他也喜歡 他常常穿鋼鐵俠的衣服 他喜歡 但他不敢去看 又覺得 很爆炸 或者是 他覺得壞了 摸撒一些東西 所以 有人也叫我 你先在家裡面 尋找一些 在電影裡面看電影 當關掉 看電視 那種感覺 我試過 他都 你恐怖 不要 不要 你不能逼他 所以他還小嗎 但以後一定有一天 他會去看電影的 我想第一個跟他去看 你想帶他看什麼電影 卡通 卡通啊 無所謂 只要他喜歡就可以 對啊 那你自己演過的電影 如果要跳一部給他看 在某一個合適的時間 你會讓他先看哪一部 我自己啊 真的要跳啊 對 我今天來宣傳 王興宣傳 那就看這部啦 因為王興宣傳 因為其實我在拍一個 那個戲 那個 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有時候 在拍一些視頻 嗯 給吉他 然後就 會給他 Yeah 哇 爹地 so cool 比如說 我們在黑衣扇裡面 都應該拿一個 那個 Spider 然後 然後跳起來 滾一下 哇 爹地 cool 對啊 對啊 如果真的 這就很棒了呀 我不曉得 當然我也不知道 他會有給我這種反應 嗯 挺美的 挺棒的 挺美的 謝謝謝謝 謝謝真的很感謝 謝謝